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文旅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马上就要到端午纵飘香赛龙州的节日了 6月3号 福州京西湾镇丁家村 煙炮齐鸣 热闹非凡 村民自发组织举行传统的闹龙船活动 迎接端午节的到来 晚上十九时许 丁家村人声鼎沸 烟花绚烂 大家都翘首以盼 希望近距离接触龙头 随着鞭炮声 锣鼓声响起 闹龙船活动正式开始 贺彩者高喊继龙头彩词 千龙者则举香作衣 高举酒瓶向龙头敬酒 随后贺彩者高喊吉祥话 并用雄姬机关学点过龙头 龙身 龙尾 派神龙保佑来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以前我非常羡慕老一辈的人华龙船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与华龙船活动 这次能亲身参与到传统文化当中来 感受其魅力 让我非常高兴 华龙舟是丁家村一个传统的民族活动 距今至少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每年端午节前夕 村民纷纷自发举行闹龙舟活动 祈福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家族兴旺 华龙船不仅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更是我们丁家村 逢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进一步增强丁家村民的凝集力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丁家村 贡献自己的力量 入夏时节 各种石令水果相继成熟 这让不少地方的采摘油热起来 走进上饶横丰县层阳镇铺泉村 百姆生态杨梅园 一颗颗紫红的杨梅或扮演在绿叶间 或迎着阳光立于枝头 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 令人垂涎 这是比起黑碳杨梅 这个果实汁水比较多 挂果90%以上 它今年的产量应该在5万斤左右 采摘园里 游客们提着小篮子 一边采摘一边品尝 随手摘一颗放进嘴里 汁水迎满口腔 让人意犹未尽 近年来摘点芽梅回去做芽梅酒 这里的芽梅特别大 特别饱满 特别解渴 自己亲手摘的芽梅特别甜 来到农村 呼吸新香空气 景色也特别美 近年来 恒丰县层阳镇铺泉村 以农业产业为之声 大力发展群众种植芽梅 打造农业品牌 拓展群众致富录 我们村子种植芽梅 历史悠久 大概过期持续到6月15号 欢迎广大市民来体验采摘乐趣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在新鱼雨水区南安乡的 白亩黄桃基地 早熟黄桃挂满了枝头 农民们忙着采摘 游客们分支踏来 亲手采下一颗颗初夏的鲜甜 成熟的早熟黄桃 果实色泽金黄 肉质细腻 散发出浓郁的果香 今天到这来采摘这个黄桃 心情特别好 然后这个桃子我摘下来 我也尝了一口皮薄 肉汁肉很厚 那个鸡水很甜 今天摘了大概有十多斤 准备满摘也贵吧 长也长了 摘也摘了 很开心 与游客们的欢乐相对比 当地的农民们则是忙碌而满足 从忙中到夏至 他们要抢抓石令 先采摘完这一批早熟黄桃 接下来的四个月 这里还有黄盘桃 锦绣黄桃等多个品种陆续成熟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文旅资讯快报 6月14号 15号 由国家京剧院联合中共平乡市委 平乡市人民政府 中共莲花县委 莲花县人民政府 共同出品新创现代京剧 老阿姨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倾情上演 现代京剧老阿姨 以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奋斗者 公全真为创作原型 讲述他拥保共产党出新使命 步履不停 兢兢业业 用爱践行教书育人 服务人民崇高事业的人生故事 近日九江武宁县护鸟志愿者 在伊山自然保护区 发现多窝鸟中真品 鲜巴色冬 这是武宁首次在同一区域 发现多个筑巢育厨的 鲜巴色冬生活群体 实为罕见 鲜巴色冬是一种 下后鸟和驴鸟 生活在东南亚地区 每年5月到这边来繁殖 因为有8种颜色的羽毛而得名 属于鸟类中的高颜值美女 鲜巴色冬十分珍贵 全球不到1万只 为全球性异威鸟类 国家二级珍稀保护动物 这两天受降雨天气影响 南昌美岭国家森林公园 出现云海景观 群山云海交相辉映 从空中俯瞰 白色的云海在群峰间翻腾涌动 云在山间绕 山从云中出 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